治安警發言人在每日記者會裏面 被記者質疑警方的處理手法 警方強調從沒想過不通知記者 也都沒有作篩選 而治安警局局長李小平在新聞稿裏解釋 報案人當時報稱是一宗普通的糾紛 在懷疑涉及槍械之後 為面對公眾造成危險 治安警需要優先處理現場 李小平又說警員由於 和報案的外籍男子言語不通 後來才發現曾經有人開槍 報案人並且拿出疑似子彈的彈頭 以及在涉案的退休警員身上 發現一支左倫手槍 警方隨後將有關人次 帶返警區進一步查問之下 有人承認因為自衛開了一槍 治安警表示 局方取得案件的基本資料之後 已經立即用短訊通知傳媒 澳門電視台記者曹永賢報導